我們現在來玩溫濕度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硬體接起來 各位 一樣 溫濕度的話 你先確認一下 它雖然有四隻腳 但是中間那一隻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沒有作用 所以呢 怎麼辦 就不用接 就不用接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直接用杜邦線 直接接這個腳 會鬆鬆的 你可以先拿杜邦線接看看 你看你的會不會鬆鬆的 應該是都會鬆鬆的 所以我們就要搭配什麼 我們麵包板 這樣子 看一下 我們現在麵包板在這邊 找到你的這個溫濕度 溫濕度 你就把它插上去吧 看你要插在哪裡沒關係 對 記得喔 接錯了 接錯了怎麼樣 下一頁就是你的結果 呵呵呵呵 對 如果你不小心接錯了 正部級接錯了 它就會過熱啊 這個就會是你的結果喔 還會有味道喔 來在這邊 有沒有上面這裡 哪一個是電源 你那個 我們 溫濕度計不是有正面跟背面嗎 有字的很小的那個字的 是背面 這個有這樣網格狀的 是正面 所以哪一個是電源 你看這邊 這個下來 有沒有用這個接電源 是左邊的第一個 正面看左邊的第一個是電源喔 欸各位 注意一下 請你先斷電 你把剛剛的那些都先拿掉 那些杜邦線啊什麼都拿 先斷電 先斷電再說 喔你把 斷電了之後 熱熱的是他後面的那個 無線 晶片 有點熱熱這是正常的 不會啦應該是不會燙到啦 好就是說你這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一定要先斷電喔 那你把剛剛的那些其他的電線 杜邦線我們先把它拿掉 請問這裡要用公公還是公母 對因為我們要接到 接到哪裡接到麵包板上嘛 好所以你就是用公公的線喔 我們只會用到三個 只會用到三個 對用公公就可以了 記得第三條 第三個接線是怎麼樣沒有作用的 所以總共我在這邊接了三條 我現在有四條線可是我只接三條 直接三條 齁直接三條 那我在這邊 記得齁你這個 看你接在麵包板接在哪一個沒有關係 哪一個洞沒關係就是你要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麵包板 到底 哪一個是通的 是這樣直的是通的 對不對 齁所以你就 相對的 對應到這邊來 電源 就接到電源 3.3.3伏特就可以了喔 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我這邊也接到零五 然後呢第四隻腳 我把它接地 因為最右邊的那一個就是接地的 總共只有三條線喔 有沒有 但是不是小丸子 臉上那三條線喔 好嗎 所以你先確認好 這樣有沒有接OK了 如果你確認好你再接電源 確認好方向之後再接電源 一定要記得喔 正負級不要接電導囉 不然等一下就會有味道囉 就烤好了 好 好